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台湾当政的人现在在忙什么呢 在忙解盲 什么解盲呢 有一支台湾自己在做的疫苗叫做高端 那个高端的疫苗今天要解盲了 那解盲这个是一件大事 解盲如果成功 在安全性上又第二期人体实验是做安全性 安全性上没问题了 关键数字都有了 哇那个股票又要大涨 因为你很少会看到 在全世界有哪一个地方的社会 你可以找来2300万人帮你做三期人体实验 人家所有的疫苗 你要做一期二期三期 你做到二期几千人 做到三期呢 不过做几万人吧 人家做完三期也就是三万多人 四万多人五万多人 台湾呢 做完两期人体实验 而且两期人体实验只观察一个月 他这个等于是第二期人体实验的期中考 为期一个月 只观察这个疫苗在你身体里面一个月 会不会有安全性的顾虑 有没有人身体会不会不舒服 这个实在太冒险 他这个是重组蛋白 这个技术算是比较新的技术 你只观察一个月 你只观察几千个人 你就说哎很安全 这个不太对吧 台湾前疾管局局长苏毅仁呢 苏毅仁 这个总没有人说 他是蓝的 或者说他是红的吧 他今天就站出来讲 我想他是有勇气才这样讲 就是台湾可以自己去发展疫苗 但是你只能够当成是备用的疫苗 就真的没办法了 才拿出来用 你还是要努力去找 为什么就很简单 不管是大陆的 欧美的 人家在国际上可以跑的疫苗 都是做完三期人体实验 都是WHO认证 你台湾的是个什么东西 你就这么简单 你台湾的是个什么东西 我真的要严厉的警告 我们前两天已经讲过了 黑水疫苗 黑水这个恶名昭彰的 双手显明明的公司 他在台湾做疫苗 得到蔡英文就一路亮绿灯 我也不想挡人财力 但是你好歹把台湾人当人看 做完人体实验第三期 规规矩矩之后 你再给我跑出来 你爱上市上市爱出口出口 我不管 你放任着二期 你就要紧急批准 人家做了三期的辉瑞 你不让它进口 大陆的国药 科兴你不让它进口 不给它紧急认证 结果做完两期 我们要鼓励台湾的疫苗 就要紧急认证 你知道 这个你等于是 让2300万台湾人 去帮你做第三期人体实验 你可以拿到这么庞大的 人体实验的数据 然后用台湾人的生命 身体健康 帮你背书 让你可以去卖疫苗 天底下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你举出来给我听 哪一个正轨的地方 正正经经的地方 是会让老百姓去打 两期实验的疫苗 没有三期实验 两期你就给它打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人呢 已经有很多专家出来讲了 高端疫苗 今天解盲 但是你很多关键的数据 是缺失的 那怎么样呢 蔡英文政府就摆烂了 苏贞昌在被人家执行 在问的时候 他说 那个疫苗就好像我们 跟人家下单买鸡腿 买冷冻鸡腿 我们已经下单了 但是人家现在没有货 我也不知道鸡腿什么时候来 他把疫苗比作鸡腿 如果可以 你把疫苗比作鸡腿 但是那如果你今天跟 跟他买鸡腿 他没有鸡腿给你 不能跟别人买鸡腿 你一定只能够跟这个人买鸡腿 那别人鸡腿经过检查认证的鸡腿 你不买 你要买这个没有检查 没有认证的黑心货吗 我告诉你 没有三级人体实验就是黑心货 就是黑心货 可是台湾现在是什么状况呢 有权利的特权分子 纷纷在插队 在抢疫苗 然后疫苗谁拿走 谁可以打全部都不透明 台北市有一个诊所 叫好心肝诊所 因为那个老板 他是柯文哲的学生 他拿到了一批疫苗 结果他就给他自己的志工打 然后他说我有造册哦 另外呢 有一个帮民进党一直在讲话的 叫做苏怡宁医生 这个苏怡宁医生啊 前一段时间还在讲说 哎呀你得了新冠 不要怪别人啊 怪自己啊 这这个人你看他关系多好 他也拿到一批疫苗 然后他说哎我们都帮我们诊所里面的第一线工作人员打了 那就有人揭穿啊 现在很多医院的诊所都把自己的亲朋好友连夜赶快照测说假装是自己的员工 因为你只要说哎我我用Excel打一打说你是我员工你就可以打疫苗 大家都在想方设法 国安会的秘书长顾立雄四月打到疫苗 然后苏贞昌的爱将叫做丁怡明 他擅长什么擅长做梗图 做网军 每天在那骂在野的人骂老百姓的 他也插队跑去打疫苗了 那人家说哎不好意思啊你为什么可以打疫苗 你是属于哪一类的第一类第二类 哎 行政员帮他讲说他是第二类啊第二类是什么 就是要参与防疫的中央或地方官员 你知道吗中文呢这充满了奥妙 就是要参与防疫的中央或地方官员 什么叫参与防疫 行政员说因为他去开过一次会 开过一次会 他在办公室里面吹冷气 好吃好喝 可能有很多人开过一次 他准备开了一次会 他就可以打疫苗 现在很多检察官 很多政府人员 很多快递送外卖的 很多任何任何在外面跑的人 都没有疫苗打 真的是临难无苟免啊 人家是说临难无苟免 这种人叫做临难无苟免 政界人物也在抢 抢疫苗 来的也有啊 国民党的县长张立善 张家班的吗 他的哥哥叫张荣卫 也是前县长 后来阴暗入狱 后来又回来怎么样 结果因为他的哥哥跟他是住在一起 所以呢 他也要打疫苗 所以张荣卫也打了疫苗 张荣卫 就是大家都知道是阿比亚 大哥啊 大哥啊 大哥急的啊 强打疫苗 这是客权都在抢 谁的关系好 谁的关系不好 都知道 那我们家呢 大家都知道 黄伟哲是台南市长 他也首帐会有疫苗 家父家母 兄弟姐妹 没有人 住台南市 也没有人 打得到疫苗 我是一月份 我在南京 打科兴的疫苗 每天都非常的焦虑 焦虑我的家人 没有疫苗 焦虑我的家人 活在一个没有普筛 没有常常核酸检测的地方 一个执政者毫无良心 要让老百姓 做白老鼠的一个地方 我们家没有特权 黄伟哲没有特权 但是眼看 台湾处处都是特权啊 好心肝诊所 凭什么拿到一堆疫苗 小核心 就是那个苏宜宁妇妇产科医生 他也拿到一堆疫苗 谁有疫苗 谁没有疫苗 什么做 是谁关心好 还是是谁不要脸 还是谁心肠黑 我的爸爸妈妈没有疫苗 我的兄弟姐妹没有疫苗 我很想要买疫苗 送到台湾去 给我的家人打 但是这个没血没泪的 蔡英文政府 不准啊 你买不到 你也不准别人买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会变成说 我们人民 我们要买药 我们要买疫苗 竟然没有这个权力 台湾的法律是规定的 如果紧急需要的话 你只要政府给了认证 老百姓 药商医院都给自己进口 为什么不行 为什么不行 就因为你有私心啊 因为你要扶持黑水疫苗 高端疫苗 你要让2300万人去做白老鼠 台湾现在可悲到什么程度啊 我的朋友 他想到大陆 那就要去做核酸检测 他人在高雄 他今天早上告诉我说 糟糕啊 我本来要买机票去大陆 结果现在买不到 为什么 不是没有机票 是我在高雄 我要做核酸检测 我要排队排到六月底 老百姓自己花钱 花六千多 六千四百块台币 要自费去做核酸检测 PCR检测 检测你是阳性阴性 你在大陆是随时去 随时做检测 你在台湾在高雄 现在是六月时候 你要排队到六月底 排三个礼拜 这说得过去吗 这在搞什么 你连检测 有没有 有没有病毒 都要三个礼拜 你还做什么做呢 好 这个是核酸 好 那 疫苗 台湾用到什么手段 你用到说 你不要日本的次货AZ 进来太多 因为日本之前买了太多太多的 上亿的AZ疫苗 但是因为AZ疫苗会血栓 他们后来买了很多的辉瑞 或其他的疫苗 所以他们日本国呢 公费帮老百姓打疫苗 就不打AZ 所以AZ买太多了 怎么办 就希望做公关 我们自己不要的东西比较烂的 丢出去做公关 这个也可以理解 好了 那台湾把自己搞成乞丐了 民进党把台湾人弄成是乞丐了 那日本说 好吧 你之前也对我那么乖 我现在送你一些吧 结果台湾竟然告诉人家说 我不需要很多 我7月就有疫苗了 我们自己疫苗量产了 不用很多 你这个政府是个不要脸的 下三难的低级的建货政府 我告诉你讲到这样子 然后就有些人就在网络上讲 说台湾自己告诉日本 说只要124万剂不用那么多 然后还贴着说是日本外相说 结果呢 台湾的官方说 苏登常说 这些是假消息 警察还去查人家水表 要把人家起诉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个是不是假消息 是很简单 网友也都找到了 有两个日本政府的人物 台面上的人 公开出来讲 说台湾 告诉他们 台湾7月量产 自己的疫苗量产 台湾现在只是一时 疫苗不够 很清楚哦 你要不要脸 然后还是讲说 哎呀人家日本人没有说 没有说要给你124万剂啊 这124万剂这个数字是假消息 你就知道说民进党这个政府 无耻 下践到什么程度 自民党的参议员 佐藤正久 他直接讲 他说台湾本身的感染者数字 怎么怎么样 并没有遍及整个台湾 是台北跟新北市 所以并不是那么吃紧 加上AZ疫苗 预计在6月份 近来200万剂 台湾制的疫苗 也从7月份起 两家公司准备一次 1000万剂 所以按照计划来看 总共会有2000万剂的疫苗 于是只需要应急的 100万剂数量 这就是当天的讯息 这是日本自民党参议员 佐藤正久 他的发言 6月5号共同社说 佐藤关于向台湾提供疫苗 说明 5月下旬 台湾方面正式请求 提供100万剂 民进党 要不要脸 有没有人格啊 人家讲得这么清楚 你还好意思去对付老百姓 任何人你在跟我讲 台湾有人权民主自由 你在说 日本的外务大臣 茂木米充 他回答的是说 他正式的回答 这个都有YouTube的视频 他说台湾在去年 抑制了疫情扩散 但最近开始疫情逐渐扩大 台湾预计疫苗生产体制将会完备 现阶段面临疫苗极其短缺的状况 日本就支援台湾 然后外交部就说 人家日本外向从来没有说 台湾表达只需要124万剂 更没有说台湾认为7月以后 国产疫苗就足够 民进党发言人谢佩芬说 还原日本外向的说法 就可以知道 这种解读不但错误 而且无中生有 苏贞昌说 如果政府相关人员或机构甚至 或机构涉及 一定会查办 如果民众传播不实讯息 也会依法负担相关的责任 所以日本的自民党参议员 已经把消息讲得很清楚 台湾自己说怎么样 日本说了 日本外向也说得很清楚 台湾自己说有量产 还要扯谎到这地步 而且你怎么会胆敢就说 7月就可以上来 好大的胆子 好黑的心肠 6月8号 高端疫苗 涨停228元 锁死排队要买的 买单超过6000张 6月9号第二根涨停 6月10号也就是今天 因为今天解盲 所以股市暂停交易 跟你讲 我们要相信党 民进党说 他一定解盲成功 一定会打在台湾人身上 你敢不打吗 病毒在台湾到处跑 外国的疫苗进不来 大陆的疫苗进不来 你没有疫苗 你总得正常生活 所有的疫苗都没有挡在外面 现在只有两个不像样的疫苗 你打不打 你能不打 然后再来一轮洗脑 哎呀我们台湾的疫苗好棒棒啊 这是最高的技术啊 有那些不要脸的 拿了民进党的钱 拿了民进党的好处的医生啊 就会跑出来讲话 我再一次的 比对一下 上一次在那边骂老百姓说 不要怪别人 得了新冠不要怪别人 那个苏宜宁 跟这一次 有了非常好的关系 所以你可以拿到 新冠疫苗的苏宜宁 以时 是不是同一个人 如果不是同一个人 那就是巧合 如果是同一个人 那我们就了解这个规律啊 你们怎么可以怪政府 就像晚节不保的曹新城 突然间跑过来说 我们应该对防疫中心 要歌功颂德 我们要感谢 原来曹新城 就是投资基亚疫苗的人 那么基亚疫苗呢 后来就变得高端疫苗 懂了吧 一切 一切的一切 都是利益 有奶就是娘 我不知道谁哦 我不知道谁 是有奶就是娘 反正不是我黄志贤 但是有太多人 这些人 这些年来认识的太多人 看到太多人的嘴脸 变幻莫测 非常有趣 高端疫苗界 黑水疫苗 就是联雅 也要解释 我们就来好好的看 台湾有没有人会反抗 有没有人会坚持 自己的生存权 就我觉得很难过的是 很多我们从小 一起长大的朋友 也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不是医生就是律师 要不然就是博士 都是十几岁就认识的朋友 各个在专业上都比我了不起 但有很多就是坚定的台独知识 这让人难过的是 这么多这么明显的事情 全世界做疫苗就没有人做到二期就跑出来 比老百姓大了 比两千三百万人大 但这一群医生律师博士 还是要坚持说 台湾好棒棒我支持蔡英文 还是可以没有良心 我有时候在想 朋友跟同学 价值到底在哪里 然后还有很多人跟我讲说 哎呀你大陆再好 也没有台湾好 在台湾还有民主自由 自己经历过 真的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德国的这么多善良的老百姓 高级知识分子 他们都会支持纳粹 他们都会认为杀犹太人是对的 他们会打电话 会举报隔壁的邻居犹太人 眼睁睁看着 盖世在太保 到隔壁 去把隔壁的犹太邻居给抓走 送去 毒气室 他们良心不会觉得亏钱 这以前你很难理解说 人性怎么会这样子 可是你现在的经验说 你眼看着台湾这样子 是 黑 有这么多 平常都很正常 很善可能很善良的人 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他们就可以眼睁睁的告诉你说 白的是黑的 黑的是白的 你就知道说 人性 人性 所以我现在越活到现在 年纪越大 我对人 我对人 对人性的 悲劣 还有人的 内心的欲望 之难以克制 是越来越深切的体会 这个欲望是很多的 包括对金钱的欲望 对 民根利的欲望 对权力的欲望 当然很多人 尤其是很多人可能 婚外情的欲望 劈腿的欲望 这些 各种各样的欲望 很难想想 这些欲望 那个力道之强大 包括说 我坚持台独的这种欲望 我认识的很多 坚持台独的人 是真的捐钱 努力的支持台独的 因为这些人我知道 这台独之后 他个人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他就有那么一个 莫名其妙的 强烈的 对大陆的仇恨 然后对台独的支持 这些人是我从小 一起长大 所以不是说 每一个台独支持者 都是说 一定有 就是 怎么样 有好处 没有 有很多医生我认得的 他就捐钱 支持台独 台独当选 民党当选 他就很爽 这种 我只能归结一种 一种台独的欲望 因为那已经不是 理想可以解释 也不是 是非真相质疑 立场辩论 这些都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台独再贪张枉法 再杀人放火 他还是乖乖的去投票 支持台独 再好的朋友 你也没有办法碰触到他 对台独的支持 没有用 所以我就真的 到我现在这个年纪 人啊 人那种欲望 你是没有办法挑战 他想干嘛 你只能让他干嘛 没有办法 那有的人贪财 就是这样 你翻不过他 他就贪财 那有人就是贪财 没办法 不可能改变 不要妄想改变一个人 所以该干嘛 就干嘛 有很多人说 哎呀 我们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够让台湾人了解 怎么怎么样 我告诉你不可能 那我也觉得大陆 有些学者非常怪异 他好像觉得说 两岸的统一 是台湾统派的事 那言谈举止那种 对台湾统派的不屑 我不晓得我算什么派 我就我是一个人 我台湾人 我是台湾的中国人 或者是中国台湾人 毕竟我就是台湾人 我走到哪里 我在大陆 我就是个台胞镇 我一开口 人家就知道我是台湾人 那 我当然是统派 我可以说 我是艺人统派 但 我在大陆 也碰到很多人 觉得 统一不及 可能觉得统一 谈统一 好像是一个 很 很落伍的事情 然后很 很不文清的事情 然后觉得 统一是你们 好像感觉是你们 这些台湾统派的事情 然后觉得说 好像是我在吹的统一一样 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只是观察到一些现象 我知道中国必须统一 中国不统一 不可能强大 我爱台湾 我更爱中国 因为我爱台湾的这个爱呢 就包含了我对中国的爱 那我爱中国 并不是期待一个中国 是分裂的 因为分裂的中国是不可能强大 一个不强大的中国是不可能让人民幸福的 但是 我渴望中国强大 真正的目标 是希望中国的所有的人民幸福 所以我希望中国统一 最终的目标是希望中国的人民幸福 所以不管我住在台湾 住在大陆 或两边跑 现在因为疫情 我很难两边跑 我只要回台湾一次 来回隔离 现在大概就六个礼拜 没有办法这样子 而且会给 会很添乱 而坐飞机的过程 在机场跟飞机的过程 又很容易感染病毒 但不管我住在海峡的哪一边 我都期望 我每一天的生活跟工作 我的言论 跟我的形式作风 我于公于私 都是于中国有利的 我不会做两面人 台面上台面下 我的标准都是一次 我也希望我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促成中国每一天 我们进步一点点 我们的文明更昌盛一点点 这是一条很漫长的路 因为我们中国一两百年来 我们经历太多的欺凌侵略跟战乱 而这些东西都会阻碍我们的进步 当老百姓当人连吃一口苦饭都吃不起的时候 是不可能有文明不可能有教养 是必然如此 所以当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经历的当然是很多 我就看到说在大陆 很奇怪 怎么会有 怎么会有教授 每天拼了命 在帮日本人 侵略南京这件事情 湖北大学 对吧 方方的好朋友 这些人是人渣 我告诉你任何人 任何帮日本侵略南京 南京大屠杀 帮日本侵略中国 帮日本细菌战 生活战洗地 都是人渣 这些人 在中国的大学 当着教职 帮日本人洗地 你是不是人啊 你可以不爱中国没关系 真的 但你起码得当个人 这些人都不是人 我今天还是不想讲名字 其实以前这些人都被我骂过 明天再来讲名字 好好的念一下 有很多人 最近有几十个人 最近被日本万物省公布了 名字啊 很多是大学教授 很多是 大陆非常重要的媒体的 关键人物 有专栏 我在媒体都没有专栏 我算是 他们有些人呢 是在大学里面 重量级的教授 日本人给他们一点钱 那他们都会相应的 写一些 赞赏日本的文章 肯定日本文章 或者说 比较中日 为什么日本那么好 或者是怎么样的 这些文章 表面上看起来都没有问题 那当然有些人会讲说 第一个 日本为什么要公布这些名单 第二个 这一点点钱 就可以松买这些人吗 那我要讲 一般的运作 你想想看 真正的情报细胞 是不会公开的 像大陆最近破获了 有在日本大学任教的中国人 做日本的间谍 有移民到澳洲的女性 主播 后来在央视当主播 做间谍 这种叫做间谍 间谍 是最严重的 轻一点叫细胞 细胞 有的是公开的 有的是不公开的 细胞做的事情 就比间谍轻一点 但是也是人家的 再轻一点 叫做友好分子 就是日本外务省 他所公开的 他可以表 他这个公开 是一种表扬 那是因为大陆 现在的舆论的气氛 比较清晰 如果在五年前 十年前 你说美国的国务院 美国白宫 公布一批 白宫或国务院 在中国大陆 认为有一批学者 或者是作家或公知 是白宫所肯定的 那是何等光宗耀祖 同样的概念 所以很多人说 为什么日本外务省 要帮我们公布 汉奸给我们看呢 这个不能够当作是汉奸 你只是要了解 人家日本是怎么样 去运用人家的钱 人家是怎么样的努力 去劣解中国 去努力分化中国 努力把自己的观念 强加在中国的手上 有多少中国人 到现在真的 你去做民调 有多少中国人 是相信日本 有多少中国人 认为日本 就是比中国好 我绝对是了解日本 日本在很多领域上 很多文化 很多什么 确实是有它的成绩 日本做了很多东西 确实是好 不要抹杀 但是那跟全面的魅力 是完全不一样的 再来第三个 有多少人 有多少中国人 是一点都不在乎 日本侵略过中国 而且不跟中国道歉 这是我最介意 这两天我看到 大陆的网路上 有两个年轻人 跑到日本的 信国神社去拍了 偷拍 让我们看到 信国神社里面的状况 它里面还有介绍 讲到二次大战史 甚至讲到马关条约 讲到日清战争 中日战争 就是日本叫日清战争 全部当然都是日本的史冠 日本是这样努力的 灌出他们的右翼 帝国主义的史冠 而我们中国呢 我们在乎吗 你在东北有多少东北人 在乎东北做过日本殖民地 你在南京有多少南京人 在乎日本侵略过南京 南京大户杀 在乎吗 特别是南京 如果南京人都不在乎 那中国跟日本的较量 中国必然会输 中国要赢就是中国人自己要在乎 还有一个教授说中国 被日本跟中国的战争没有在中国的土地上搞过细菌战 你等着我以前讲过你 讲过很多次 我也知道你的势力很庞大 也有很多人警告我不要惹你 人家很有势力 势力庞大 为什么呢 我再讲一次 如果中国人自己不在乎 中国14亿人口 而如果中国的枪梳的南京人都不在乎南京大屠杀 中国跟日本的较量必然会输 一样的意思 在台湾 在台湾如果台湾人会跪舔日本 到今天这种程度 历史的终结 我就早就已经看清楚了 北约的秘书长 在见过拜登之后 他是公然说 北约 欧洲北约 他公然说 要 他讲了很多跟中国有关 他说要抑制中国经济发展 以及 他抑制别的我不在乎 他说他要抑制中国经济发展 这个就叫做反人类 你欧盟里面的北约的秘书长 竟然你的目标是要抑制中国经济发展 就是要中国死 然后拜登说撤销对微信 还有抖音海外版的禁令 但是他有一个新的 一个行政命令 是要求美国商务部 要对所有美国的竞争对手 都要检查 我只有一句话 特斯拉 我还能说什么 我还能说什么 MING PAO CANADA